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ESTING TESTING 今天是我第一次錄這個bosscast 其實為什麼我有這個想法呢 是因為大家都不是大家的我 因為最近林鄭月娥說健身室或者外出又不能多四個人 健身室又不開了 基本上我可以做的每個運動除了散步之外 散步就是多人 不要外出的時候 真的沒有東西做 當人類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就會尋求心靈上安慰 所以要試一下自己沒試過做的事 還有 有一天外出的時候 你就想物理上身體上和街外的人見面接觸 但是當你沒有外出 你就會想著精神上和外面的人接觸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在未來這段時間 我都會主要分享音樂、藝術、電影、年輕生活、潮流文化之類的東西 主要是音樂 因為音樂對我來說 真的佔了我生活中的深門之二 點五之類的程度 其實我小時候已經接觸流行歌 我在小學一、二年級 已經搶我媽媽的MP3來聽 我聽了情歌、張經軒等等 所以久而久之我媽媽都說 買了MP3給女兒 很小時候我已經用過無數的耳機 聽過無數的歌 所以我想說陳冠軒 陳奕迅、周杰倫、張經軒、黃元芝、王力雲等 都陪伴我長大 在這段時間內 相信大家都辛苦了 在這個武漢肺炎的期間 不是武漢肺炎 哎呀真有被人說我可以試 所以大家有玩嗎? 哎呀不要歧視中國人啊 中國人請就了世界啊 中國人就是把美國傳來的武漢肺炎 傳來的肺炎被殺掉了 怎樣啊 在身形冠狀被人贏了一狗 那就是武漢肺炎了 那就是武漢肺炎的影響之下呢 我覺得教育業是真的很難搞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學生啊 那你要一個學生 按時間去上一個網上的課 還要按時間交功課 已經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那還要學生在一邊啊 教育那邊在一邊啊 那些老師 因為我接觸的老師都 年紀都不小的 那他們是不懂用電腦去處理一些教學的工作 那這個是很辛苦的 那但是我覺得這段時間 大家應該都看的新聞是 那就是地球好像開始自圓回自己啊 那就是環保那邊就說 啊地球好像開始 好一點點啦 沒有那麼病啦 那我就覺得這段時間 到底是好事還是不好事呢 對於城市人來說 經濟上面一定是不好的啦 但是對於地球來說 可能是一個喘息的空間 那還有呢 我留意到一個現象呢 可能我這個年齡啊 大概二字頭啦 就是中學生也是的 他們很... 這段時間就開始尋求回到內心 有興趣做的事情 就是... 有些人去行山啊 那多數都是因為... 就是... 出家出不來 那麼就行山 山上沒有人啦 那這樣就行山啦 那其實... 山上很多人啦 那現在山都不能走啦 那逼著他們要... 做回一些... 真是... 自己一個... 的活動 那我看到有人呢 就... 就... 學織頸巾啦 也有人... 好像我這樣啦 無聊到要做一些... 我平時... 就是... 我的性格是... 根本是不會做這些bosscast 啊 不會做一些channel的行為的 但我已經... 突破了我的極限 那有些人呢 就... 平時不看書的 他們都看書 那我認識的一些人就... 就... 做歌啦 開始 做一些... 講社會的rap啊 又好啊 做一些平時自己玩的beat啊 這樣 他們已經...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好事來的 雖然... 對我們的健康來說 對我們的經濟來說 對我們的經濟來說 是一個打擊 但是其實對於我們... 我們的心靈健康來說 還不是... 好的 因為我看到他們真的... 開始發掘自己的興趣是什麼 無聊到學一些自己平時不會學的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平衡 不可以一邊側重說 這個是世界的慘劇啊 歷史上的悲劇啊 我覺得又不是的 我覺得反而... 這次是給我們一個機會 給我們這一群... 不要說年輕人 其實老的人也是一樣的 珍惜我們身邊... 除了科技 除了外出外 除了經濟上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貼近多點自己的心靈層面 我覺得這個是十分之好的一個機會 來的 對 說到明這個頻道是... 分享音樂的啦 第一首我想分享的就是... 維麗安最近推出了一首的Single 它是翻唱蔡賢雅的雙棲動物 維麗安就是台灣男歌手啊 這首也是我最近都很喜歡聽的歌 它是一首... 普通... 唱吉他唱歌 很舒服的感覺 但是呢它是... 嗯... 很適合現在這個... 這麼blue的環境 很blue的這個vibe 就是這個氣氛 所以我想推介 亦都是... 記錄一下 在這段時間 我聽到這首歌都很頻繁 所以就... 第一首就聽一下這個雙棲動物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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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如果真的是舒服 為何你能愛得輕鬆自如 你說你天真愛孤獨 兩人生活有點太辛苦 我不想你是雙棲動物 我只能活在充滿愛的幸福 我所能適應的溫度 都是... 一兩人世界為主 很想哭 哭完無助 我無法和我一個人相處 你不願搬回從前置住 就算哭 也一樣沒幫助 我被困在一個人的下骨 我想要卻搖不到你安復 眼前是什麼路 你看不清楚 我只能活在充滿愛的幸福 我不想你是雙棲動物 我只能活在充滿愛的幸福 我只能活在有你的幸福 我只能活在有你的幸福 我所能適應的溫度 都是... 都是... 一兩人世界為主 很想哭 哭完無助 我無法和我一個人相處 你不願搬回從前置住 就算哭 也一樣沒幫助 我被困在一個人的下骨 多想要卻搖不到你安復 眼前是什麼路 一看不清楚 你的腳步 在不遠處 我反覆將自己說服 就算最終 這一場愛的催眠術 能解除 依然無助 我無法和我一個人相處 你不願搬回從前置住 就算哭 也一樣沒幫助 我被困在一個人的下骨 多想要卻搖不到你安復 眼前是什麼路 我已經看不清楚 我剛剛聽的是 維麗安最新的錄音室作品 叫雙棲動物 Kofa 塞健雅的歌 我覺得 其實我個人很喜歡 維麗安的歌 因為它好像想 勾起你最深處的傷口 但它不是要灑鹽 不是要你痛苦 而是它會輕輕刨一層沙 不是沙灘的沙 有一種安撫的作用 所以我覺得很舒服 很多時候我都會聽維麗安的歌 在我很低落的時候 每一次都會有一種精神安靜的作用 另外我想說一下 接下來我想說一下 有關深夜巴士的幻想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高速公路 尤其是深夜巴士 即是十一、二點的時候 當你乘搭一個雙層巴士 你坐上層的時候 它一條條飛過的高速公路的時候 所以我都很喜歡高速公路 我很迷戀高速公路 這件事 有一次前一陣子 我又是跟朋友玩到幾點 然後坐小巴回家 又是飛過高速公路 我想起我之前 在浸會讀書的時候 又是做到好事 因為我是藝術學生 通頂是基本消費 每次回家都要走過那條 我不知道叫什麼街 竹街 那個字好像竹字 我不懂得讀 那條街 那條街給我很多感受 因為 大家都知道 不是大家都知道 我自己也知道 我每次 一放學我就聽歌 剛好聽的歌 都是幾首 那時候就突然很懷念 這一種很純粹很開心的感覺 就是 我沒有什麼擔心 放學就回家 明天要早點回來工作 那些感受 但是現在 可能 太陸沒有上學 即是完全沒有上學 也沒有再經過那條街 所以另外我有點懷念 那想分享這首歌 是我當時 放學的時候 都會聽的 還有一些 很氣氛的東西 真的很氣氛的東西 就是我當時 我經常性 都是在這個氛圍裡 做創作 或者是自己一個回家 那想分享一下 好 我在你看不见的宇宙 或前或后任何星球 引力遥远的太空 可是我始终在你左右 你的山点 你的湖泊 大气云层在飘动 你的每个瞬间不想错过 像是一步一去才算活过 一点点 想像你的脸 一双眼 看见了谁变成了谁 一点点 失去你的脸 是因为 想成为谁都不想 你是谁 偷偷充满着你的一切 反复拒绝 也许心愿 幸福是具体而畏 我想我不会让你知道 不知道就不算遗忘 想也许享受的伤 有时又不可及 才是追求 有时尽在身边 反而不懂 一点点 想像你的脸 一点点 想像你的脸 一双眼 看见了谁变成了谁 一点点 失去你的脸 是因为 是因为 想像城外 谁 都不想谁 你是谁 你 许不会 忘记谁 是因为 想像城外 一點點 想像你的臉 一雙眼 看見了誰變成了誰 一點點 失去你的臉 是因為 像窗外誰都不想睡 想到誰就是誰 這首是林佑嘉的一點點 剛剛聽的這首歌叫一點點 也是出自林佑嘉最近一張專輯 已經是2016年的專輯 叫《金日營易裝》 這張專輯我個人是挺喜歡的 因為他完成度也頗高 他每一首歌 你不會很膚淺的說 你不會覺得有一首歌特別難聽 還有每一首編曲上 氣氛連接 歌與歌之間的編排連接 整個故事 故事背後 也是做得很好 還有他這首專輯裡面 每一首歌都有他專屬的文案 就是他有個故事背景在後面 有時候上youtube 那些簡介 你會看到有一些很文藝的文章 那些文案 就是他每一首歌都有文案 所以是很有誠意 很好聽的 那這首歌也是我平時在我藝術創作上 我是一些開壇工作的人 我要音樂設好 我的顏料設好 所有東西設好 我才可以工作的人 那這些音樂呢 有些容懶 有些blue 但又不知道令你腿 但令你很舒服那種氣氛 我是經常常在我藝術創作中間用到 亦都分享給你們 那今天主要的主題呢 其實也是 一些日常談話 還有 廢險的同一天空下 大家互相取暖的行為 我現在當是有人跟我聊天 這樣說話而已 因為我也不習慣這種 自己對著麥克風 然後要說話的感覺 我不是DJ 但我真的想過做DJ 我的志願不是DJ 但我想過做DJ 因為我很喜歡跟人分享音樂的感覺 大家一起聽一首歌 一起享受一首歌 是我很嚮往的一件事 而且有些人聽歌 是覺得 我沒有聽完就聽完 背後有什麼故事 背後用了很多人力物力 去做一首歌 但我是很刺激的 我很願意去知道 很願意去了解一首歌背後的故事 無論是填詞人經歷了什麼 寫這些詞出來也好 或者是編曲者 為何會有這個氛圍 令他想這樣編曲 甚至是整個製作團隊 他們是怎樣想這件事 其實我也很有興趣想知道 所以 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DJ 我是大家的音樂情人 哈哈 鄭紫誠 對 我也挺有機會的 我也想試一下 時間也差不多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 聽別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聽到這裡 這麼多Postcard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聽到這裡 但是 就是 最後一首歌 我想分享的 就是這首 最近令我 幾有力氣的一首歌 因為 經歷了一些 其實也沒什麼經歷的 都是自己浮沉沉沉 一些思緒上的 阻礙 要break through 要 overcome 不同的事 我自己也挺辛苦的 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 有幾首歌可以安慰我 但是目前 現在這一刻 我覺得這首歌 那個力氣表也挺大的 如果有留意台灣 流行樂的 都知道 玩羅人士很有名的偉俊 他最近就出了一首歌 叫做 我還相信我 我凝視著我的疤痕 緩緩觸摸他經歷的旅程 傷好了 但我還沒好呢 我困在恐懼的最低層 深不見光 陰陰同聲 將被全世界隱落了 差無此人 我練習 脆弱中其身 我練習 錯敗中人分 我在等 下個 黎明時分 黎明時分 就忘了 我還相信我 別失了 我會吵到我 我會吵到我 抬起頭 等開手 與世界相拥 我 我想我還是會 抬起頭 當我又在 管控的地方 說出我 再也不 墜落 黑夜 黑夜 人生是一個一個 過程 拼湊而成的旅程 你 你途中 我告訴自己 會更好的 我 練習 脆弱中其身 我練習 錯敗中人分 等我 在等 下個 黎明時分 就忘了 我還相信我 你是了 我會找到我 我會找到我 不想我 不想我 還存有 疑惑 當我又在 無覺的迷宮 說出我 再也不走掉 就忘了 我還相信我 你是了 我會找到我 太乞討 但開笑 與世界相拥 我 就算我偏僅 你 的傷口 也不輕易 改變 的 主張 抓住我 放肆 雲 的 敖遙 剛剛這首 激昂 這麼熱血的歌 就是黃偉俊的 我還相信我 這首歌 也是韋賴安做製作人 所以聽到很濃的韋賴安味 是什麼味 韋賴安味 這首歌 出自他最近出的一張 EP 有三首歌 三首歌都是韋賴安做製作人 所以聽到他 無論是結他上面編排 還是 但是整個包裝都是很濃厚的文青味 只可以用文青味來形容 因為都是韋賴安做製作人 所以這三首歌都是十分高質素 真的很好聽 值得推薦 那好吧 時間都差不多 第一次做Bosscast的感覺是 都蠻奇怪的 因為我不習慣自己說這麼多話 但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我給自己的目標是每個星期都要更新一遍 無論是release一下負面情緒也好 或者是我想說的話 我願意說的話也好 這個也是我目前覺得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在這個大時代的環境裡面 我覺得今天都蠻順利 那就這樣吧 再見 拜拜 下個星期再來過 告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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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